大家好,我是聪聪,明天是最重要的节日除夕,熟旧迎新,全家欢聚,家家户户都在为年夜饭忙碌着,鱼肉是年夜饭家宴上必不可少的,寓意着年年有余,今天我们来做年夜饭主题的最后一道菜,松鼠鱼,准备草鱼一条,我这条鱼有两斤左右,收拾干净之后放在案板上,用刀把鱼头先切下来,鱼头用刀背敲一下,让两侧打开一些,放在案板上看能不能立起,然后放一旁备用。 把草鱼的腥腺取出来,然后从鱼头一侧开始,紧贴着鱼骨用刀把一侧的鱼肉片下来,片到鱼尾处的时候不要切断,然后把鱼翻面,另一侧也贴着鱼骨片下来,保证尾部相连,最后在尾部把中间的鱼骨切下来,然后沿着鱼肋骨的方向,紧贴着鱼肉,把腹部的肋骨整体片下来,两侧的肋骨全都片下来之后,就剩下两片尾部相连的鱼肉了。 现在开始在鱼肉上切花刀,先沿着纵向下刀切成等间隔的竖纹,下刀一定要深,要一直切到鱼皮,千万不能把鱼皮切破,拿起来看一下,缝隙很深,可以看到鱼皮,但又没有破皮就可以了。 纵向切完切横向,垂直于鱼身,沿鱼尾方向45度角度下刀,变成等间隔的薄片,也是要片到鱼皮,小心不能切破鱼皮。 花刀全部切好之后,放入水中清洗掉鱼肉上面的粘液,提起来控一下水分,看一下鱼肉自然的分成这种竖条状,片得越深,鱼肉就越长越自然。 清洗干净之后,用厨房纸吸一下鱼肉中的水分,让鱼肉干爽一些。 把鱼肉放入大碗中,淋入料酒,加一勺盐,适量的胡椒粉,最后淋入适量蛋液,揉搓均匀,让鱼肉充分吸收腌料和蛋液,加了鸡蛋鱼肉会很滑嫩,而且容易粘粉。 腌好之后,放入干淀粉中,把鱼肉均匀地裹上干淀粉,每一个缝隙都要粘淀粉,缝隙裹了干淀粉,鱼肉才不容易炸碎,而且每一条鱼肉之间不会粘连,炸过才会自然打开。 最后检查一下,有缺淀粉的地方及时补上,这一步需要足够耐心,全部裹均匀之后提起来,抖落一下多余的淀粉。 最后把鱼头也均匀地裹上薄薄的淀粉,把鱼提起来两侧捏在一起,尾部在两片之间向下折一下,两片鱼肉紧挨着的地方可以用牙签固定一下,然后提起两端放入提前烧热的油锅中。 把鱼肉面向下,提着两端先炸定型,定型之后鱼身一侧的手先松开,提着鱼尾再炸一会儿,感觉差不多定型之后,提着鱼尾迅速翻过来,然后就可以松开手,把鱼完全炸熟了。 炸松鼠鱼的油要多一点,保证炸的时候可以没过鱼身,而且油温一定要高,油温低的话淀粉不易定型,鱼肉炸熟变软就散开了。 炸到颜色金黄酥脆的时候,用筛网把鱼捞出来,放一旁控油备用。 最后把鱼头放入油锅中炸定型,边炸边用勺子淋油。鱼头炸金黄定型的时候,捞出来摆入盘中就可以了。 锅里倒油,加半碗番茄酱炒均匀,加入一勺糖,再淋点锅边醋,加适量的清水炒匀,最后加少量盐提味。 把炒好的番茄酱汁淋到鱼身上,淋的时候要均匀,让鱼身全部上色。 酸甜可口的松鼠鱼就做好了。 这道菜颜值爆表,满满的食欲,要做好这道菜,改刀一定要耐心,裹粉要均匀,油炸的时候一定要高温,这样才能定型。 这道菜外酥里嫩,酸甜可口,颜色红火,寓意着粘粘有余,把它作为粘液饭上的一道主菜,绝对咽压全场。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葱葱时光,下次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